… 標準鴨血要看起來光滑 咬起來不會有腥味 吃起來不會有像吃口香糖的感覺 它的厚度一定要適中 如果你太厚的鴨血 可能會容易不入味啊 太薄的鴨血呢 又很容易咬了沒有那個口感 蠻有厚度的 它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不會那麼的辣 也不會那麼的麻 但是呢 它的口感 比較偏硬一點點 這個鴨血 滷的應該蠻入味的感覺 而且這個厚度我會喜歡 有口感 鴨血沒有到非常入味 它的口感很棒 比較沒有那麼辣 麻的感覺比較多 藥材味其實有的 但是它的味道沒有很重 所以不太喜歡特色藥材味的 都可以考慮這個東西 這個分量很足夠 但是它的外貌呢 就沒有那麼的光滑 沒有那麼的漂亮 它這個裡面真的蠻重口味的 而且它的辣的感覺 多過於它的麻的感覺 它這個辣就是辣在嘴巴這邊 這個呢 其實它的感覺就是 中藥味夠 然後它的調味也夠 重口味的人 很適合這一個 很適合這一個 它這個鴨血呢 就是賣相 感覺外觀還好 那我們就吃它的味道好不好 它口感很好 而且 它的外觀 反而是落沙很大 因為它的中藥味很濃 有驚喜的這個 然後它的厚度剛剛好 口感呢 很順口 它反而沒有那麼辣 麻也沒有很麻 就是 比較喜歡吃不太辣的呢 很適合這個